對日常有什麼影響呢? 欸不好意思 就是大家聽得到那個 我經紀人講的話嗎? 因為他有點距離 你再講大聲一點好不好? 想知道自己奇蹟播出後 粉絲快速成長 快速行成長 心境上有什麼改變嗎? 對日常有什麼影響呢? 他最近有點感冒 燒瞎 所以 原諒他 欸你多喝熱水的話 或我這一天 不一樣 你怎麼沙啞成這個聲音啊? 要如何才能嫁給你? 嫁給我是不太容易啦 畢竟就是 這只要一個人可以啊 所以有點難啊 其實我覺得真的很 對我來說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就是 我們可以因為 演一個角色 然後讓大家去 被療癒 因為其實我以前在 台藝大戲劇戲的時候 我們就有一個課程 叫做戲劇療癒的課程 他透過 這樣子 扮演這樣子的經歷 而去抒發自己心裡面的情緒 我們那時候有這樣子的 一個課程的存在 但是我就知道說 其實戲劇是可以療癒人的 然後大家 如果對這個角色有同感 跟情緒有同感的時候 就可以 被療癒 然後我很開心 很多人給我們的回饋 給我的卡片裡面內容寫到 就是他們 可能曾經 在一個不好的狀態裡面 但是變得好 但是 其實我同時也想要提醒大家 就是不要太把一個虛服的事情 當作是一個自己很重要的服務 因為 你要相信自己 你最應該相信的人 是自己 而不是 我認為所有人都有可能離開你 就算家人生老病死 然後你最在乎的人 都有可能背叛或怎麼樣 但是 當然你不用用這種不好的態度 去想他們 或者是 被一個比較負面的思考去看待 我覺得 它是一個 生命的循環 跟 狀態 所以 我會建議大家 就是 如果你們心情真的 發現自己 有點 我覺得這是一個癮 就是你如果真的 太發現自己 太沉溺 沉溺於一件事情上面的時候 你要提醒自己 如果今天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不見了 那我是不是又空掉 好 它可能是一個短暫的癮 它可能是短暫的信念 但是 如果這個信念是會消失的話 那你要小心 就是不要太靠這個東西 而是靠這個東西去找到你自己人生的方向 跟 找到 相信自己的價值 讓自己更好 所以 其實 我真的 我真的以前其實很難理解 就是 最新的人 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但是 拍了奇蹟之後 其實我最大的感覺 跟收穫是 認識你們 這些粉絲 的心情 其實我有時候真的是 想到會有點弱 想要 就是很難過 跟同理 一些心情 就是 其實很多人 可能或許他們不是在一個很好的狀態 但是 但是 我們對你來說是一個力量 但我都很怕說 那如果我 變得不是你們認識的那個我呢 比如形象翻車 或者是 這個藝人 他 後來做出了 你 沒有辦法接受的事情 那該怎麼辦 對不對 這就是我很常提醒 跟 和我的粉絲講 就是你們要 讓你們自己的人生過得更好 這才是我會開心的事情 你們不用 就是 要付出什麼事情 然後在我身上 然後 讓你們自己變得很辛苦 千萬不要 我希望看到 跟會讓我開心的事情 就是 我看到你們更好 我看到你們多學了一項技能 然後我看到你們 考上你們想考的地方 得到你們想要的工作 跟 愛上了一個你想要愛的人 然後 找到你人生的快樂 然後 開始 睡得著了 不用吃藥了 跟 就是變得更好 嗯 就是變得更好 就是我希望大家 自己要變得更好 好 先這樣 什麼 什麼 什麼經紀人快出來 什麼意思 你們要看我經紀人 為什麼要 你 你 你要出來嗎 大家想看你 嗯 你有化妝嗎 經紀人 這不是 林玉彤嗎 欸 好像很帥 欸 你剛剛不是女生在回答嗎 欸 欸 欸 沒有喔我剛剛 鬧鐘響我就突然在這邊 你 你剛剛 你剛剛的聲音是怎樣 是怎樣 是怎樣的啊 沒有怎樣啊 喔 你剛剛睡醒 對啊 啊 我早上等你運動那麼久 你現在睡醒 對啊 對啊 你睡到現在喔 對啊 欸你真的把你人生都睡掉了欸 欸 什麼這什麼頭 是蠻帥的吧 欸 啊你怎麼在這啊 我怎麼在這啊 欸對啊 嗯 嗯 嗯 你不是要看 喔 才剛睡醒啊 你剛睡醒啊 早上不是 不是跟你上去健身啊 對 我後來睡 又繼續睡 又睡到現在啊 欸所以 真的藝人一睡醒 就長這樣子喔 對啊 哇賽 你們都不用 就是梳 梳妝打扮這樣子 不用啊 就長這樣 亂亂的啊 喔好好看喔 真的是蠻好看的欸 亂亂的 就出門啊 對啊 喔 這樣子喔 嗯 嗯 那那你剛剛那個 在外面的聲音 可不可以再一次 什麼聲音 剛剛講話不是我啊 是經紀人啊 喔經紀人 對吧 然後你剛剛特別為了我來 對啊 就 就是call我嘛 那經紀人現在在哪 我去幫你找他一下 嗯嗯 好 有找到嗎 有啊我來了 是你喔 對啊 對啊 嗯 好了好了 你可以回來了 你可以回來了 好謝謝了謝謝了 謝謝經紀人 謝謝 沒關係你可以下班了 OK 愛你愛你 來 喔 好好好 OKOK 那既然你都來了 不然 怎樣 來 小回答一下 一些 我20萬粉絲 大家有些回應 要不要回答一下 要不要 嗯 我來看一下有沒有人問 關於你的問題好不好 喔 好嗎 好啊 好嗎藝人 可以啊 好嗎綠豆 就剛好可以 剛好可以 剛睡醒 剛睡醒回答比較真實 對啊 是不是 好 好 有人問說日本難忘夜晚的趣事 你有沒有想分享一下 日本難忘夜晚的趣事 對 你在日本有沒有發生什麼難忘在夜晚的趣事 有嗎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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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喔 沒有什麼難忘的夜晚啊 什麼意思啊 所以就是說 去日本 你一點都 不覺得 有意義 也沒有 有啊我覺得很棒 也沒有很棒的 就是去日本見面會啊 然後跟 很多粉絲們一起 就是 在台上 台下互動啊 然後 什麼的 就是 我覺得都 每一場的見面會 包括台灣人是錄影 就是都很難忘這樣 喔 啊你跟那個凱凱 她去日本 你們都沒有自己 私下難忘的事情齁 呃 嗯 有嗎 嗯 比如在街頭 然後就是 玩水槍的事情啊 什麼事啊 就是 為什麼要在街頭玩水槍 對啊 就噴射什麼 日本可以這樣嗎 應該不行啊 對啊 對啊 怎麼會在日本玩水槍呢 我只是 可能就是喝鹹 然後 在販賣機 喝飲料 嗯 喝飲料 在販賣機喝飲料 對啊 這個是很特別的故事 好像不太 蠻特別的啦 就可能要問一下經紀人 可不可以這樣 嗯 經紀人可以說嗎 我去找他進來 你剛剛叫他走 那找快點齁 對 不用特別繞很遠 欸 欸 我們可以講嗎 不行 喔不行 經紀人說不行啊 哇 好啊 那 那不然就是先掠過這一題啊 就是 那有沒有什麼可以講趣事 隨便講一個 你現在隨便想一個 喔就是 就是 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日本他們 呃 就是我記得我有搭到一個捷運 嗯 就是 他那個捷運是 跟Fendi聯名的捷運 真的假的 對 所以裡面內裝都是Fendi的 對 然後他就是 用一個很復古 但是又很時尚的方式 去裝潢他整台捷運的 那 那 不行不行 我覺得這不過 你要講一個跟 凱凱有關的 Fendi有關的 就是 就是那個啊 你有送我一雙鞋子 這個 大家都知道嗎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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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特別 嗯 不好說 不好說啦 這太 太有趣了 真的是 就是不是 就是大家不知道 就是日本 知不知道 新宿這個地方 對 然後那個 新宿 新宿那邊就有 就是 就是有很多一些 呃 特別的產業 特別的產業 就是對 對 就是他們 他們會販賣一些夢想 對 販賣一些 對 然後 那他就是 有一個地方 他就是叫 無料按內鎖 就是 無料的意思就是免費 嗯 那按內鎖的意思 我就不多說了 嗯 然後 然後那時候 我們大家就是 就是覺得 因為我們是住在那附近 然後我們就去逛 逛 逛那整個 區域這樣子 嗯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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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嗎 他就是天生很喜歡挑戰 各式各樣的 好奇心太多 太重是不是 對 然後他就是帶領著 我們 就是 一直走進了那個 無料按內鎖 然後就是 因為我們那時候其實還不知道 那是幹嘛 直接帶你們登朵廊 對 不可能吧 然後 我們就走進去 然後 我也真的不知道 然後那個就是 我們也不會講日文 然後就 就是在那邊亂講 然後後來翻 喔原來就是 他就是幫忙 幫忙就是 介紹 媒合 對對對 幫忙介紹的地方這樣 然後我們就 就走出來了這樣 對 真的是 開眼界啦 我現在到現在 還不知道什麼時候按內鎖 那是什麼 好啦 不重要 按內鎖 對啊你說 按內鎖有意思的 好像是 就是 密 密密吧 的 就是 我也不知道 大家如果有知道的話 那個 就那個 配 大家如果知道 怎麼帶我們去這種地方 就是 我們 小朋友這樣子 大家如果有知道的話 他也害我嚇到這樣子 我真的進去嚇到 想說 這是什麼地方 好怪 對 嗯 我不知道啦 其實我真的沒有想過 那你有想到什麼 還是 先去泡個野溪溫泉 唉唷 好像很不錯 突然想到 因為我覺得現在很冷 對啊 對啊 好像可以去泡個溫泉 泡個溫泉 你會想嗎 野溪溫泉 還好 因為我覺得我對 我現在 我現在對其實很多事情 都沒有什麼 慾望 蛤 靠 這樣好嗎 不知道 好 我只對車有慾望而已 那怎麼辦 完蛋了 那 所以要帶你去找慾望 哈哈哈 你帶我去看車啊 就比如說 可以一起去看個車展 那 我有點想去 我現在有點想去 野溪溫泉 嗯 還是我們去野營 可以啊 可以 都可以 對啊 好 好 好 OK 話說怎麼知道別人對自己 不是朋友以上的感情 你覺得 話說怎麼知道別人對朋友 喔 這最近我跟你講 是不是朋友以上的 這就我跟你講 就是 就是我可以看 可是這個 這個議題好嗎 你覺得 我不知道你要講什麼 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跟何哥在討論評語 那你要怎麼講 喔 那你要怎麼講 我覺得喔 其實 我覺得我自己 本人就會有一種 磁場 跟感受 可以 去 感覺到這個人 我覺得眼神 我覺得不只有眼神 嗯 就是其實因為像 就像凱瑋講的 嗯 我是一個很會 在暗中觀察的人 所以其實 就是各種 冤心舉止 或是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 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人 他的性向 是怎麼樣 嗯 你懂嗎 就是 可是 會不會有 可能不準啊 的狀況啊 對啊 就是 比如有一個人 比如有一個人喜歡你 你不喜歡他 然後你是 你是怎麼判斷出 你可以感覺到他 他從朋友的視角慢慢轉為 好像有點曖昧了 然後你其實 對對方沒有感覺 你要怎麼去感受這件事情 通常你會發現什麼事 就是譬如說 譬如說 譬如說 我覺得要看是怎麼樣 譬如 你不然你注意 嗯 要怎麼講 對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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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大學同學 然後可能你的同學喜歡你 嗯 那 其實 其實用 如果你們 就是 呃 他剛剛問題是什麼 他就說 你怎麼去判斷 判斷對方好像對你有 朋友以上的感覺 朋友以上的感覺 對 所以 那這個前提就是 你們的相處模式 是像 朋友 對吧 那朋友的話就是你們當然就是會一起出去啊 或者是一起做一些事情啊 就是像朋友一樣 那其實我覺得每個人他們都會有一個 尤其是每個人他們都會有一些一個安全階限 就是比如說你這個人在這邊 他其實是會有一個防護造災的 那在非必要的情況下 其實人之常行 其實他們是不會讓朋友進入這個界線的 對你懂嗎 就譬如說他自己團克一過來這樣子 靠你很近 可是搞不好有些人真的是就是這樣 我遇過很多人 他對很多人都是這樣子的接觸 他們對於身體的界線跟一般人不一樣 我還沒講完嘛 我真的還沒講完 對然後還有一些就是 還有一些細節啦 就是譬如說你就去想說 欸為什麼這個人他願意花心思為你去做一些事情 嗯 對譬如說他特別寫卡片給你 對 或者是欸特別送禮物給你 或者是可能在你 呃 可能在你需要幫忙的時候 然後就譬如說你突然溜鼻血了 嗯 然後 然後他 然後他 突然溜鼻血 然後他即時的拿出一張衛生紙給你 嗯 然後他可能下次 因為 因為我其實是一個很 很耐溜鼻血的 對因為我鼻子比較 鼻孽目比較 比較薄嘛 嗯 然後他可能就是在下一次 他就會準備一個衛生紙在身邊 嗯 然後就是他就已經知道你會那樣 他記住了 嗯嗯 就這個就是細節 所以其實就是從這些小小細節方面 就可以觀察出 一個人他喜不喜歡你這樣 嗯嗯 對 好 我覺得你 觀察的蠻透徹的